前年还是中产,今年就变成赤贫了 这是很多中产,原来有资产 年薪甚至30万到60万之间 原来被我们这个时代定义为中产阶级的一个人群 直到疫情的第三年今年 很多人都已经面临失业降薪 甚至已经债务暴零 很多这样的中产赤贫以后 他们很多人不得已的一种局面 不知道说的是屏幕面前的你吗 我今天上午看头条 就是那个温铁军温老 他说了一个概念 我觉得说的真是如梦初醒 我不知道能不能点醒屏幕面前的你 他就说我们之前的这些中产 其实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 因为我们大部分原来意义上的这种 好像名下有资产的大部分都是 供着一个城市的一个房贷 都是房奴 真正这个资产是属于名下的吧 不是 而且我们理解的那种资产 好像是我们之前的时候 可能一百万买的房子 现在这个房子 通过他当时的这个泡沫的增值 现在两百万了 好像明显你自己这个房子 房产价值已经到了两百万 你这个价值 你这个资产 是随着这个房产泡沫的增值 在增值的 而且这个你当时 即便是一百万买的房子 你里边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 你是房贷部分 所以我们很多的中产 其实都是一些 莫名顺 莫须有的一些中产 根本不是真正拥有固定资产的一群中产 而这两年进行事 急转之下 很多原来的所谓中产 被这个时代定义为的中产 现在全部都已经吃贫了 是不是有一种那种恍然大悟 恍然一梦的感觉呢 折腾来折腾去 都最后折腾了一场空 现在陆陆续续 已经有一些这种如梦初醒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拼搏和折腾毫无意义 我看着最近这网上有一种思潮 就是要不要把自己在城市里的商品房卖掉 换一些剩余的钱 然后存到银行 去到老家 去到农村 去养老 去躺平 我不知道这种思潮 值不值得你去反省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好像都已经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就是我们随着现在这个经济 包括泡沫 就发展泡沫的泡面 我们的经济现在 相对来说比较萧条的一个阶段 那如果你要是还要还着一个沉重的一个房贷 在现在城市又工作比较内卷 压力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当下 能不能有一个就是享受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种体验和机会的可能性呢 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很多人就开始算一笔账 如果我这个房子扣掉房贷以后有剩余可用价值 然后比如说有一百万吧 我是说假如你是比较幸运的 在前一二十年之前在大城市一线啊 就是说大城市买的房子 现在价值已经翻了后几倍 你要是有这种可能性 你卖掉还能够还掉房贷有盈余 一百万两百万你拿着去存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啊 光吃利息有可能就吃的挺舒服 但是可悲是可悲的 这种即便是满足这样条件的人啊 他也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年轻人 成年人 房奴们啊 他们面临的一个局面是什么 他们的房子已经在他们当地的城市 已经卖不出去了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